我們說白改降為先 很多人喜歡把車子降低 當然降低最好的做法 就是用改裝彈簧 那改裝彈簧有 它直接就一個高度的 也有可調式的 當然可調式的因為結構比較複雜 有轉盤甚至預壓彈簧等等的 說實在的比較容易出現雜音 那如果說是以 單一式的 等於說一個彈簧一個高度 重點是呢 車子不管是 降低或者是拉高 一般尤其是 多連桿或雙A倍的 一定呢你的後輪 camber跟頭映會改變 前輪的話呢 至少頭映一定會改變 那今天呢我們就是把這個 F10原廠的高度 變成改裝彈簧之後呢 大概下降了兩公分左右 我們看看定位要怎麼樣 去做一個校正 對 你們兩個現在都算長袖嗎 對 因為 我們 我們他要站住 斜的這樣子 往後倒就是後勤腳 後勤腳呢 他要看你後勤腳 然後後勤腳的時候 轉彎的時候那個腳就是怎樣 倒幾度啊 不能再倒 再轉 可以再轉嗎 對啊 好啦我們還記得 當時本來原廠高度的時候呢 原廠高度的時候呢 我們後軸 後面的這個camber呢 是負 一度七八左右 但是你看喔 整台車沒有動喔 你只是車身降低之後呢 你看後面的camber角度 負兩度多了 負兩度多 那前速的部分呢 你看 你看 總和已經到正34 35了 標準的話 大概正 正20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呢 果然就是 如果我們常講這種 後軸的多靈感懸吊 他在輪子往上提 就是車車往下壓的時候呢 副腳 camber副腳增加 前速正腳增加 這個理論呢 是不謀而合的 前軸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如果說是一般賣花城市的話呢 其實上下的camber角度不會變很多 上下兩三公分可能變化很小 但是呢 像這個F10 因為要前面是雙A倍的 所以雙A倍跟後軸一樣 上下動的時候呢 camber角度就會比較明顯的變化 所以前軸一樣車子下降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外型角 本來呢 不是負0.1 現在變0.5 那右邊的話呢 右邊的話呢 本來是0.4 再變0.9 日貴車標配 一般定位都從後輪做起 所以我們先從後軸開始調整 因為你如果先調前軸的話 你後軸再動 前軸算出來的角度會不一樣 好 我們現在看後軸先從外型角 camber開始做起 負2.1 負2.2 這個把它縮小到大概呢 負1.7 1.8 左右 如果你要後輪比較滑溜一點的話呢 大概可以做到負1.5也OK啦 你要側輪後面穩一點的話 就做到1.8 1.9 新條camber再調前軸 好 以F10這個多靈感來說 它這一支主要是 主要是跟前軸比較有關係 上面這一支呢 來 拍得到嗎 這一支主要是跟外型角camber的關係 但是呢 兩支都負有影響 所以呢 在調的時候呢 兩支要同時動 先把兩個都先把螺絲螢幕的部分鬆掉 好 我們先來看那個螢幕 負2.4 正0.4嘛 所以要把正縮小 然後呢 負也縮小 來 再比如說轉這一支喔 來 我們拍這裡 我們拍這裡 拍這裡 你看 偏心有沒有 是不是要扭出去 要扭回來 我們可以看螢幕 角度一定馬上變了 你看 現在前軸角已經回到綠色的水位了 一點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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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下面是上面這一支 來 下面是上面這一支 好 我們現在看到 後軸的左後輪 前速在10上下 外傾角在-1.6768左右 這個呢 漂亮的數字 左邊先稍微固定一下 我們現在調右後輪 這個鎖這是有技巧的 像這個螺絲母在後面 螺絲公在前面 那你現在有時候用力一鎖 稍微動一點點角度就跑掉 所以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樣鎖緊 好 鎖螺絲母 螺絲公的地方 這邊就頂住 稍微 這手感很重要 稍微頂住 那在鎖緊的時候呢 螺絲公不被動到 但是呢 我跟你講 像這個底盤玩具是鋁合金的嘛 有時候你鎖的時候 角度會偏差一點點 所以是要來回做練習 好 像這樣上頂之後呢 再看一隻角度有沒有跑掉 再看一隻角度有沒有跑掉 好 大家我們現在看到前軸的部分 後勤腳怎麼樣 動不了對不對 當然動不了 然後呢 Tenver呢 我們是雙A背的 除非你去改那個雙A背的那個B 要不然你動不了對不對 我好P 現在我後勢 現在還有這個Tenver 現在什麼可以做 前速 只有前速啊 前速齁 那我們看一下角度 左邊正0.06 右邊 右前輪的前速給它增加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調右邊 好 先把那個 固定的那個旋鬆 旋鬆之後呢 轉那個軸心 拉長或變短 好 我們現在是要增加嘛 增加的話呢 應該是變長還是變短 順時針轉 順時針轉 好 增加了齁 0.7很好 好 好 我們再調10好了 好 所以左邊再加一點 左邊 左前輪再加一點 左前輪再加一點 加一點齁 一樣順時針 好 增加了齁 好 再一點點 慢慢來 再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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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樣 好 我們太大 調錯角度 好 現在呢 前速呢 約莫就是0.9 好 上下浮動 好 很漂亮的數字 好 我們看前軸齁 好 剛調完 左右 前速均等 0.7 0.8 好 那一般來講 前速正角 這內八的話呢 車軸呈現穩定 前後輪都是一樣 都是正角 就是內八嘛 那以編導入車原廠的數據 給的呢 後軸的前速角 總和是多於前軸的 也就是說讓車子呢 後面穩定一點 因為後輪驅動車很怕甩尾 如果你要後軸比較活潑的話呢 你可能後軸的前速總和 就可以比前軸 少一些 但還是依照這個原廠數據來做 那外型腳跟後型腳 動不了不管它 我們看後軸 好 後軸的部分呢 再看一次 該調完之後呢 0-1.6 好 我們看 標準不是1.8嗎 我們該說了齁 你後軸的前速如果大的話穩定 小的話不穩定 那麼 Camber呢 在側傾的時候 負越多 抗傾側能力越好 那當然這是看依照個人的駕駛習慣 我們是希望呢 如果在激烈駕駛的時候呢 後軸能夠抗傾側不用那麼多 有點甩動我們再修回來 我們喜歡這樣 所以呢我們把它修回來一點 而且呢 而且呢 其實外型腳大 一定內側吃胎 只是一般來講 在所謂的穩定性安全 跟磨耗的選擇上 穩定性比較重要 那我們現在把它調回來之後呢 我們刻意讓它穩定性差一點 同時呢 其實吃胎情形也會比較少一點 好 所以說到這邊 就是說呢 有時候我們調整車輛高度的時候呢 定位一定要一併調整 不管是車降低 或拉高 尤其是多連桿 尤其是雙A倍 一定要重新做一次調整 希望今天的內容你會喜歡 我是龐德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